西蒙政权倒台之后 敦马要把首相棒子交给安华的西蒙协议 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那一度被看作是第八任首相人选的安华 再一次跟首相宝座擦肩而过 这样的结局对二十多年来 一直高喊烈火墨西口号 走上街头力挺安华的支持者来说 肯定是另外一次的挫败 而身为烈火墨西之父的安华 至今也没有太激烈的反击动作 但今天下午在安华的住家 却来了大批他的死忠粉丝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马上来看记者梁德耀和陈凯轩 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二十年后再次跟首相宝座擦肩而过的 公正党主席安华 今天下午在吉隆坡五级四言末住家 举办了一场安华铁粉见面会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安华的住家内搭起了多个临时帐篷 前往活动的地点年途几乎停满了车子 看来安华对死忠粉丝的号召力并没有减退 大批媒体记者抵达活动现场之后 才被告知这是安华与支持者的一场私人活动 因此媒体大军全数被聚于门外 但媒体的镜头还是捕捉到了 有大批安华的支持者 穿上印有烈火墨西字眼的制服陆续抵达 一些人更是领着蓝眼的党旗入场 而记者只能向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华粉丝 了解屋内的情形 这里有一个节目的节目 所以我们从 Penang 为共产党统抵达联系 会跟 Dr. Seri 我能支持 Dr. Seri Anwar 我们一起来支援 给Dato Seri Anwar 我们相信她的支持 我们将来到达了 这是我们四人的活动 我们的会员才可以进去的 普通都可以的 现在 Dr. Seri Anwar有在里面吗 有在里面啊 虽然不能进入安华的住家采访 但是记者还是能够从屋外 听到参与者激昂的演说 一直到傍晚六点左右 记者终于获准进入屋内拍摄 身穿白色衣服的公正党主席安华 这个时候也在支持者的烈火墨西口号声中 闪亮登场 活动预计会一直进行到晚上九点 未经许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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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